吕良伟1956年出生于越南 之后举家搬到中国香港 24岁的吕良伟凭借帅气的外形 从TVB议员训练班出道 应在周润发和赵雅士出演的上海滩中出色的表现 而被大众所熟知 在剧中她是对冯晨晨爱而不得的丁丽 在现实生活中她的感情也不顺遂 经历了三段婚姻 她的第一任妻子是著名女演员周海妹 大部分观众对她最初的印象 应该是九四版《一天屠龙记》的周芷若 对于观众和书迷来说 周海妹是最接近原著角色的 堪称经典 吕良伟比周海妹大了十岁 两人用拍摄《小岛风云》相识 当时的周海妹还美满19岁 吕良伟一眼就被她大大的眼睛 温柔清纯的外表所吸引 一见钟情随后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有这样一个有魅力又帅气的男孩子追求 没谈过恋爱的周海妹 怎能抵挡这样的甜蜜暴击呢 小岛风云杀青之后 两人正式走到了一起 就在吕良伟33岁生日这天 与二十出头的周海妹在美国秘密注册结婚 婚后两人很快出现了矛盾 吕良伟的父亲需要人照顾 但周海妹最心于演艺视野 加上她自幼受家人宠爱 不太会照顾别人 夫妻争执于是愈演愈烈 两人最终分开 吕良伟的第二任妻子是著名歌手邝美云 她曾经演唱《容易受伤的女人》 《半个吻》 《与龙共舞》等知名歌曲 同时她也是一名演员 吕良伟和周海妹离婚后 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和邝美云在聚会上相遇 两人相谈甚欢 后来邝美云生病住院 吕良伟多次前去探望 一来二去 二人就生出了情愫 吕良伟称邝美云为 可以产生共鸣的理想伴侣 就这样两人结婚了 和第一段婚姻的低调不同 吕良伟和邝美云 在酒店大摆宴席举办婚礼 并邀请了电视台全程直播 高调晒幸福 大二人婚后却经常吵架 又因为各自工作繁忙 聚少离多 缺乏沟通 这段婚姻仅仅维持了 一年的时间就结束了 1998年 吕良伟遇到了她的第三任妻子 杨小娟 和前两任妻子不同 杨小娟是圈外人 她是一个成功的女商人 纵横上海多年 曾经是深圳商会的会长 吕良伟和杨小娟 是一次朋友组的饭局上认识的 当时杨小娟大方地唱了一首歌 吕良伟对这位漂亮健谈的姑娘 产生了好感 随后就要了电话 两人频繁来往 但由于呢 吕良伟有点大男子主义 而且身处娱乐圈 杨小娟难免会有顾虑 所以在吕良伟前两次求婚的时候 她都没有答应 直到第三次结婚 她觉得是时候答应了 2001年 两人喜结连离 婚后育有一子 家庭生活幸福甜蜜 吕良伟的事业也做得有声有色 创立多家公司 身家数十亿 而其中呢 也少不了妻子杨小娟的支持 杨小娟很有投资眼光 她觉得哪个项目不错 就会跟丈夫说 两人保持着良好的沟通 因此婚后很少会吵架 吕良伟谈起前两段婚姻时说道 其实他们两个出现 是我生命里面一个导师 就是一个老师 他是我的老师 他们两位是我的道场 他给我在这里修炼我的心 成就了人更加快点成熟 更加明白 与人相处 是怎样的态度 怎样的心态 这么看来可以算是 前人栽树后人成良 正是有了这两段经历 吕良伟改成了自己的缺点 厨师更加成熟 也更加珍惜眼前人 如今吕良伟已经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 而她和妻子杨小娟也已经结婚19年 回顾她的三段感情 杨小娟或许没有周海妹旷美云漂亮 但却和吕良伟最长久 也许年轻时容易被美丽的外表吸引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容颜老去 唯有精神契合才最长久 关注老义父 带你看娱乐圈明星亲戚的那些事